他是毛主席所有子女故事中最扑朔迷离的一位 1932年毛主席与贺子珍的长子出生了 主席为其取名毛暗红,小名毛毛 毛毛也曾与父母幸福地生活过一段时间 然而随着国民党围剿的到来,红军被迫长征 考虑到孩子还小,毛主席夫妻二人便将毛毛委托给弟弟毛泽坛和弟媳贺疑照顾 但打游击的日子也不好过 毛泽坛便将孩子送到了瑞金的一户老乡家 准备等到时局稳定了,再送回毛主席身边 可没想到1935年4月,毛泽坛在一场战斗中不幸牺牲 小毛毛便从此失去了下落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中央首长纷纷开始寻找寄养在老乡家里的孩子 而此时的贺疑早已踏上了寻找毛暗红的路 凭记忆,贺疑也找到了一些线索 可就在满心欢喜地向毛主席汇报情况不久后 也遭遇了车祸,当场牺牲 那么,毛暗红最终被找到了吗? 毛主席与贺子珍的长子毛暗红疑次在江西被找到 可他们为何没能相认呢? 1953年,组织再次开始大规模地寻找红军战士 在当年长征时失散的孩子 江西省省长邵世平也了解到 毛暗红当初失散的地方就是江西瑞金 但由于当时社会上还存在国民党特务 为了毛暗红的安全考虑 邵世平决定秘密寻找 将此事交给了民政厅优府处干部王家珍 由于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王家珍也一筹莫展 不过幸运的是,在叶平乡 王家珍听说猪网村有个叫猪圣台的人 在长征时收养过一个红军高级干部的孩子 听到消息之后 王家珍立马赶到了猪圣台家 照片中的猪道来确实很有毛家人的样子 额头宽阔脸部轮廓明显 而贺子珍听到消息之后也很激动 并且发现猪道来也是有耳朵 还有自己当年留下的小棉袄 可为何最终母子二人未能相认呢 接下来都发生了什么呢 明明所有证据都表明 江西的猪道来就是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大儿子毛暗红 为何一家人没能相认呢 这还要说到寻亲中途的一个小插曲 就在王家珍找到猪家时 经意外得知猪道来已经被猪月倩领走了 这位猪月倩是烈士霍不清的妻子 她坚信猪道来就是她与丈夫的孩子 这样一来猪道来的身份没人敢确定 中央为此还专门开了一场座谈会 最终决定看看毛主席的态度 毛主席听说后当即表示 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 把他交给人民吧 不久后贺米学也提到了这件事情 毛主席的回应是 这事我不好管 你来管他 最终猪道来被定性为祸不清的遗孤 只可惜在特殊十年猪道来离开了人世 有人说他是跟人打架不慎致死的 也有人说他一直埋怨朱月倩 阻止他当毛主席的儿子 慢慢学坏当了老改发 后来因为肝癌去失 时至今日关于猪道来的死因 仍是个谜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